KPL夏季赛抽签出炉 AG抽进两组下下签 三组悬念最大都不太强 三组悬念最大都不太强 看起来六元补强 没补强的话就还好 二组难打呀 二组超伯跟微博都是 就是发起很来都能咬你一口的 三组真的弱 三组是弱的 三组弱 所以TSG赚到了呀 三组弱 欢迎两位 我刚刚看到大家抽到一个组 5月27号似乎是 KPL今年最大的转折点 首先是KPL转会期挂牌第一天 各种选手挂牌转会 大瓜将一一被锤 其次是KPL梦之队 两项投票结束公布 竞技名单 从前12段层票排名中来看 微博暖阳和KSG酒库最终落选 酒库虽然在最后阶段的 大众投票冲到了第九 但最终专业评审 只拿到了20票 排在12名店底 暖阳也只比酒库多了一票 排在倒数第二 两人平均分 未能超过轻轻落选 不过让人没想到 除了AGE诺和Kan 占了两个名 Eastar 青荣和花海 也双双入围 但分路第一的是 Eno Fly 无畏 小胖和九尾 这五人很可能优先首发 可无畏和千诚 却因春季赛成绩不佳 都出自B组引起了争议 奈何人气和专业评审过关 主打的就是影响力 同时教练葛咪 以支持率双双第一 但艾斯能被选上 除了要感谢粉丝 投出第二个大众票 和专业评审第三的认可 拿到平均2.5个名次 还要感谢老林 最近去微博的一系列操作 不然他的人气票 不一定会超过 九折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而第三 就是另一个KPL席位 也在今日确定下来 最终天赐的 TCG 4比0 轻取勤酒战队 这个比分确实让人没想到 期待TCG夏季赛 在KPL的表现 而后 KPL夏季赛 抽签一试拉开维幕 抽签结果是 狼队 AG和KSG春季赛 前三个带一组 从组别中 队伍春季赛的表现来看 一组和三组相比 二组似乎要弱一些 AG带队的二组中 九江TKL式配甲冠军 除了RNGM外 长沙涛博 北京微博 和武汉Estar Pro 都比较厉害 接长生 OK 二组 戳到了最难打的一组 你现在可以可以 都是掉B了 怎么办啊 抽签结果 二组是最强的 九江TKL 然后E3感觉差不多 同时 三组除了佛山 D2G其他四队 都很一般的 但也是悬念最大的一组 毕竟都有变数 三组看下来 我觉得快手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另外几个人都要看一看 看看状态 看看人员变动 二组的话 TKL是刚上来的 RNG先不谈 Kal伯这边换教练 微博这边有变动 BSTAR应该还好 我觉得大组不好说 一号组别的话 狼队稳S 好吧 这个还是有点那个狼队这个稳S 然后TCG是刚上来的 看起来势头很猛 BG呢 这边呢 有变动 有大收购 有钱 TDG呢也有变动 RNG也有变动 TYG也有变动 哇好多的有变动啊 这还是要等个大名单 现在没有办法预测 总之抽签结果 虽然已经定了下来 但还得等各战队的大名单官宣 才能看出一些强度 之后再看比赛状态 最终得出队伍实力 现在预测还为时上榜 也期待厦门 BG被收购后的重组 最后对于KPL梦之队的 入选队员和教练 你们想说什么呢